音樂發音 那就如同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所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裝作是向量 但是為了讓大家搞清楚 就是什麼是向量什麼不是向量 然後幅畫上不要混淆 所以說我們在有時候 我們會把向量加上粗黑體 然後它不會斜體 那一般体的元素又会是一般的斜体 然后不会出黑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式子的话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这两个C跟D是一般体的元素 然后U跟B它们是出黑体 然后不斜它们是向量 但是如果我们刚刚所说的 就是如果对于这些典型的向量的例子 例如说三维空间中的实习度向量 跟二维空间中的负习度向量的话 我们可能会这么做 但是还有些更一般的 更平常的例子就是 它们都可以当作向量 就是负数可以当作实系数的向量空间 那或者是有理含多项式 可以当作是向量空间 实系数的向量空间 这时候向量空间跟它所齐上的体 这个东西的区分就没有那么明确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 大家可能就要自己区分这样 式子中间哪一个式子 我们是考虑哪一个向量空间 然后哪一个是向量 然后哪一个是它的系数的体 那就是这时候可能就不会完全的 就是大家就可能要自己试的区分 好 那向量空间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叫基底 那基底是什么呢 首先向量空间中 如果我们有一组向量的话 那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把它乘上所有体中间的元素 然后加在一起 看它可以加出什么样的向量 所以我们可以 那这个叫做Linear Combination 就是然后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那个元素 乘在一起加起来的向量摆在一起 就是它的span 就是它张出来的所有的 的向量空间的样子 那反过来 就是虽然说这些向量可以span出那个空间 但是它不见得是基底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更多的向量 例如说我们01,10,11 例如说像这主向量 它可以span出R2 就是span 就是它可以线性组合出二维的所有的向量 那但是这个也等于 就是下面这组向量它们展开 它们线性组合做出来的集合 跟上面这种向量线性组合做出来的集合是一样的 那可是就是这两次不同的集合 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它们是一样 原因是因为 1,11会等于01加10 所以说其实上面这个集合 它并不是最经济有效率的 它有一些多余的向量摆在这个可以展开的集合里面 所以为了考虑经济有效率的情况就是我们会多一个线性独立的条件 就是我们希望如果能够展开出整个空间的向量的话 它里面这些向量不会有这些 就是不会有1,11和 就是不会它互相之间还可以表辞成别的向量的形式组合 如果那个集合满足这样的条件就是 它既可以展出整个向量空间 而且它们之间的项链也都是线性独立的话 那我们就称作这个东西是它一组基底 所以说基底的特性是 就是如果一个n微空间中的向量的话 它基底它可能有很多组基底 但基底的个数永远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称作基底的个数为它的维度 然后就是它的载面圈 所以我们说下面这个是R2的一组基底 但上面的不是R2的基底 那你看这个R2的基底有两个向量 所以我们称这个R2是二维的空间 然后这个的话它不是它一组基底就不是 那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所以说除了这个之外它可能有别组基底 例如说它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基底 那就是不管它有什么样的基底 那这些基底的元素个数都是一样的 然后元素个数如果是二维的话就已经两个 然后所以我们就称那个空间是R2 那二维空间中的向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因为刚刚这一组基底就是10跟01这组基底 它有其简单的特性就是它最 如果别人问你一组什么是它一组 二维空间中的一组基底的话 你最简单马上想到的一定就是这一组基底 那所以我们把这一组基底叫做标准基底 就是它很简单 然后并且给它一个特殊符号就是 1 粗黑体的1 然后下标1就代表10 然后粗黑体的1下标2代表01 那为什么要粗黑体的1呢 因为我们刚刚之所以用粗黑体的1 表示向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之后我们这个1可能会用在指数对数上面那个1 就是1 就是如果不是粗黑体的时候的1的话 比较可能就是这个极限 这个数字的极限 然后它是自然对数的第一 但是如果我们是用粗黑体的1 1的话就代表说它是标准基底 然后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说用粗黑体来代表向量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为了避免 为了让标准基底的向量 能够跟自然对数底的1 然后明确的做区分 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会要 然后这是一个向量空间 然后对于普通的二维的向量空间的话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们可以把它画在平面上 这就是我们国高中学过的向量 画在平面上的向量 然后我们就是平面上的箭头 上面那个分量就是它X轴的数值 第二个分量就是Y轴的数值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相加的话就是 就是把X轴分量对应相加 然后Y轴分量对应相加之类的 好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这些应该都算是熟悉 那对于数额向量 其实我们如果给定一组基底之后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给定一组基底 那这空间中的数额向量 然后都可以表示成那组基底的线性组合 那也可以证明说 因为它是一组基底 所以也可以证明说 如果空间中向量表成一组基底的线性组合的时候 那个线性组合一定是唯一的 那如果那个线性组合是唯一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线性组合的向量 拿出来摆在一起摆成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向量 我们都可以把它线性组合的向量 拿出来摆在一起摆成 像这样子一个列向量的样子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个基组 在这组基底上的向量表是4 对之类的 那如果有时候这样子写会太长 就是占空间 我们可能会横着写 然后其中T表示转字 就是我们横着写 但是把它 但是这个横着写 但是其实我们心中表示的是这样子的转字 横着写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很明确的区分 是不是两个数值可能是空格会空大一点 但是如果大家很明确 大家知道什么就可能没有空格 就是总之大家自己试的区分一下 对 我们会尽量写清楚 但是如果有时候不清楚 大家自己试的区分一下 好 那举个例子 我们说了负数是时数的向量空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我们一组基底 那基底的话 我们可以用1跟i当作一组基底 那把1跟i当作一组基底的话 所以任何一个负数a加bi 就可以表示成a和bi 对不对 就是a乘上就是等于a乘上1加上b乘上i 好 那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我们可以 它表示成基底的方法是唯一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组 唯一的表示在这组基底上的方法写成像样子 那第一个基底的系数a就写在上面 第二个基底的系数b就写在下面 所以如果我们在把任何一个负数 我们可以在这个基底之下 然后写成像一般项链的样子 就是a跟b这样子 那对于所有其他项链也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多项式 也可以是10系数的向量空间 那也可以 但是只是它长度就变无线长 这就要额外处理 那至少在我们这本课里面 我们说要处理向量都是有线维的 然后就是长度是有线的项链 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这个是标准基底 10跟01是一组二维空间中的标准基底 那它有除了这个标准基底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基底 就是11跟-11 这是另外一个基底 那我们可以说 如果有一个项链在第一组基底之下 表示的是2跟1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将它表示在第二组基底之下 的项链表示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计算过程 那计算过程就是说 首先这组项链在第一组基底之下 表示的是2跟1 那所以说它就代表说 2乘上第一组基底的那个数字 加上1乘上那个第二个基底的 1乘上第二个基底的 的第二个基底 对 然后我们要问说 它表示成第二组基底的系数是多少 就是第二组基底是F1 F2 那它的系数是 假设它的系数是A跟B 那我们就要解这个方程式就是 那F1跟F2我们知道 它分别是11跟-11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A乘上11 加上B乘上-11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它乘进去嘛 乘进去之后就是 这个就会等于A A加上-B B嘛 那乘进去完之后 我们知道这两个相加就相当于分量相加 所以说它就会等于下面这个 第一个分量就会变成A-B 第二个分量是A加B 那我们说了就是2E就会等于A-B A加B 这是告诉我什么 我们会比较向量的分量相等嘛 所以说2就要等于A-B 然后1就要等于A加B 然后我们去解这个式子 那解这个式子的话就是 我们解零力方程就是大家可以用加以下去法 然后就变成2A等于3 然后2B等于-1 然后把它除过来就是A等于2分之3 B等于-2分之1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说如果这组向量在第二个基底之下 就是F1 F2的基底之下的分量分别是2分之3跟-2分之1 这一节目前我们复习了向量空间的基本定义 还有基底和一些集合跟体的定义 并且举了一些例子 那这些例子之后可能都会用到 我们之后会在详细的进一步解释向量空间的使用的方式 在下一个章节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看我们下一个章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